我剛剛就在想 你第一次搭訕就能講一個馬路的話 就代表你口才非常好 那是口才不好的男生怎麼辦 口才不好其實你可以先跟朋友練習 因為大部分人他口才不好他不是不會講話 他會講話 你內心有多少話你就會講多少話其實 只是因為你怕丟臉 他有點像一個肌肉記憶 有點像健身 你得一直多講 那你可以試著你真的遇到你朋友在講一個話 你先不要想說會不會批評 你先去說說看 先去把你內心的話 你覺得這時候你會有什麼想說 你去試著說說看 因為朋友是最簡單 不然你朋友都不行你沒朋友 那家人 你至少有爸爸媽媽吧 可是跟家人的緊張度 跟別人的緊張度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可是他是最低的 慢慢的就越來越神馬 可能從家人到朋友 到喜歡的人到老闆到主管 都是啊 越來越重 那搭訕也是其中一個啊 對方沒有 他可以 我可以不要理你啊 我為什麼要理你 我不認識你 那搭訕的難度真的太高了吧 其實搭訕跟遇到喜歡的人程度差不多 因為你搭訕你會找自己喜歡的菜 你可能一天搭10個 20個 我那時候練是20 30個啦 每天 然後 那麼多個 那成功率多少 你可能會有10幾個拒絕你 或是 5 6個跟你聊天 不一定 其實要看運氣 可是 一定會有好的回饋 可是好的回饋 它會增加你的自信 那是你的興趣對不對 就是我說搭訕這件事情 我就是在研究啊 因為我很喜歡把 我看到的理論 用在 你是在田野調查嗎 也不是 像 我原本是學畫畫的 嗯 你學畫畫要學很多技能 嗯 可是那些技能都是理論 你得每天去練習它啊 然後去把它什麼 你的畫方格 怎樣 那搭訕也是嘛 你學到那麼多理論 你 也沒有對象 又 那搭訕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練習的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知道 這個理論適不適合自己 哪個理論 不適合自己 你會慢慢找到一個 你的系統 那就是你的東西 所以我的頻道在教的東西 我都是告訴你一個方法 我都會告訴他 你一定要去練 你才會慢慢的進步 你只是看我影片 你會進步 但很 進步很微 很歇尾 因為遇到一個狀況 你就忘了 嗯 因為你在跟人互動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呈現一個 你原本在經營你自己的狀態 嗯 你用背台詞 你用 講很多 就是那種 調情啊 你一定很喜歡那種 怪怪的話 也許他會笑 嗯 可是就只有笑那一詞 因為你本人就是這樣 你平常沒在經營你自己 嗯 你的生活 你的目標 你的講話方式 你的勾頭技能 這些都是 平常一直去經營的 嗯 最後真的 你剛好遇到你喜歡的人 啪 也許他就被你信到 那代表就是你前面 你累積的 你的能量 你的 你自己有沒有在經營 你沒有的話呢 就沒辦法 對啊 有錢人會都沒有經營 可是他 他失望 對方一看到他就喜歡他 你 你去買吧 我覺得很難啊 嗯 我覺得這樣很難 我想再問一個啦 就是 交往過的對象很多嗎 大概 八個吧 八九個 八九個 哇 你這年紀蠻多的 如果每次都一兩年 沒有 有些很短 多短啊 因為早期的 就是我不會經營感情 我不懂這些東西 我會把妹但我不懂 那時候是多短 三天 一個月 一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 兩三個月 對 半個月是真的有點短 對啊 為什麼突然覺得 就 是不適合呢 還是 哦 幾乎都是對方劈腿 半個月就劈腿 打路費 最熱戀期耶 因為我很匱乏 其實劈腿 你不能怪 對方劈腿 你要想你們的相處模式 是不是有問題 哦 可能在一起前 你們相處模式就有問題 或者在一起後 你們相處模式有問題 你們不是對等的在一起 而是 可能我高他低 或是他高我低 大部分情況都是女生高男生低 就是假如你是匱乏的互動的話 哦 那那個不平衡 女生一定會 女生不管他有男朋友 或沒有男朋友 他一定都會有一個潛在對象 可能在追他 或什麼 可是在於他要不要拒絕 嗯 但他男朋友真的一直很 哦 不長進 哦 對 我也不能 也不是說 我沒有錢 我怎麼 而是 你的個性不長進 就是 我不是說那種 上進啊 學中 而是 你在互動中就是很 很匱乏 很讓人不舒服 我懂 就是你在跟誰講話 這一種 嗯 我把得到沒 年輕也是把得到沒 19、20的時候 可是 我不懂 怎麼樣去相處 哦 以前教的派系都是這樣 就是 你 你會 很會挑起 很會講一堆 很奇怪的故事 都不是自己的故事哦 都會講 不是自己的故事 那時候去 就是 讓女生覺得你很有趣 哦 對啊 可是實際上 不是你啊 所以相處上 你就 你就掛掉了 對 我想要問一個情境題 就是 如果今天你朋友交往的對象 是一個綠茶錶 嗯 那你要怎麼勸他 我 我大概講一下 嗯 就說 欸 我覺得你這樣是被利用 你這樣的相處模式 你一直在跟我抱怨 應該 通常都是抱怨吧 哦 你在跟我抱怨 可是 啊 就沒辦法啊 不然你跟他溝通看看嘛 只要他完全我只要講一次 哦 因為我很多都這樣 我只要講一次 只要過幾天之後 或是過幾天之後 他再跟我講同樣東西 我就不會再理他了 哦 所以你只有那一次機會 只要講一次 只要因為沒用啊 代表你不會解決事情嘛 你只會拖在那邊 你不敢去面對 沒有 很酸 哦 那我們來訂一下綠茶錶 對你來說綠茶錶是哪種女生 就是把自己的男朋友當作一個工具在使喚吧 就是好像 你是我的所有物啊 你一定要幫我處理很多事情啊 我覺得好像那個男的欠他很多事情 哦 甚至 雙重標準 他可以跟別的男生衝他 衝殺鬼做一些 東西 哦 可是他男朋友不行 那現在的話 我我只是假設啦 我只是假設就是 如果 現任沒有走到最後 那 下一任你還打算用搭訕的方式嗎 搭啊 為什麼不搭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我 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你真的是 從一而終 搭訕很方便啊 為什麼不搭 嚇死我 因為 其實你有別的管道去認識吧 為什麼非得靠搭訕呢 我跟你講為什麼 你網路交友 就是你假如是蠻漂亮的女生 嗯 你每天收到訊息是不是騎白瘋 哦 對吧 那 我假如去騎白瘋 一定也有很多帥哥 有錢的 或什麼的 你會一個一個看嗎 不會 嗯 你就是會直接塞掉一大堆才去看 哦 那你是不是 假如我是男生 我要去做一個漂亮的人 我用網路 我是不是要花非常多時間在這種事情上 而且 還不一定會用到Line聊天 甚至也會出來 那個 你自己就要被塞好多層 所以你是球塊對不對 所以搭訕就是一個球塊 沒有 再來就是 通常非常正的女生 她生活也很 很有高品質的女生 不太會去玩網交友 嗯 沒時間啊 而且我週上 我不玩那個我就一堆男生追我 我還玩那個沼醉獸 那你去搭訕的話其實 有很多女生她們生活圈很小 嗯 可是她也很漂亮 個性又好 而且你還可以跟她面對面聊天 你還不用去再透過什麼交友軟體 再變Line 再變什麼什麼 再約出來 甚至相親 你不用 我們就直接面對面 你就知道我這個人大概是怎樣 我也知道你這個人大概是怎樣 我們只要聊超過五分鐘 十分鐘 大概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是不是很快 然後再來是 你要遇到 這麼漂亮又這麼高品質的女生 路上你真的很容易遇到 嗯 那 當然就搭訕啊 就只差在你敢不敢 你就真的就想認識去講 卡就卡嘛 緊張就說自己緊張 害怕就說自己害怕 你真的害怕 不用裝 你就真的呈現你這個人 因為一個人 真的會吸引到另外一個人是 他這個人散發出來的一個 本質的能量 嗯 我原本也不是很容易可以散發出來 可是因為社會一直在否定我們 你不能學這個 你要做什麼 你一直都是接受到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你也覺得 搭訕不行 我認識女生不行 我再更進一步牽他手不行 嗯 哦為什麼不行 你有去想過為什麼不行嗎 嗯 對啊 有很多人他們接受 該你可能是電影告訴你 感情就是怎樣 媽媽爸爸告訴你 朋友告訴你 感情就是怎樣 你的感情是你的感情 你的感情可能就不一樣 你要去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時候你才會去創造出 你想要的感情 你覺得舒服的感情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搭訕 對很多人不能接受 可是 還要吧 你又不是去幹嘛 你又沒偷他東西 你就把它想像成 你搭訕只是我給你錢 我有1萬塊 只是我過去跟你講話 我讓你有好心情 就像我給你1萬塊 你會覺得 我到處發1萬塊 我會很罪惡嗎 不會吧 可是很多人他搭訕變的是 我過去我要跟你拿1萬塊 對對對 他給你感覺是 你想要跟我拿1萬塊 那就不舒服嘛 所以你要是轉換那個概念 之後去這樣互動去練 信念會轉換需要時間 這個練的過程要多久啊 其實不低 其實兩三個月你就會看到成果 你是說不間斷的搭訕嗎 幾乎啦 長時間的 哇那真的 我是說你的心是非常堅強的 因為有些人是被拒絕個一兩次以後 就覺得我再也不會做這種事了 這一輩子 那就半吊子 就真的就半吊子啊 你要做不做就不要做 我說真的 因為我講話很 所以要搭訕就搭訕到底 要嘛就不要大閃 對 你要就是一直爽在那邊 就 就玩著你的電腦 看著你的 例如什麼片子 你就不要出去了 你要就 我真的想認識我就過去 當然一開始會怕 一定會怕 但你克服那個怕 你會覺得 你的自信會弄到累積 因為我做到我想做的事 我突破我原本沒有我的生活 我改變我 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命運 而不是 我都不敢 然後甚至 批評自己覺得自己很廢 像我朋友 帶學生他都講很 他會逼到那個學生崩潰 就是去搭訕搭到崩潰 就是這個上 這個上 這個上 然後他就搭到 因為他的世界觀完全被反轉 所以他的信念會轉換 但他又會再重新建立新的信念 因為他會得到一些好的回饋 但不一定會很多 他會慢慢有 他就會慢慢累積自己自信 他甚至之後不要去搭賽也沒關係 他跟他周遭的同事生活圈 他講話都會變得很有自信 這個 其實就是相對 他是練習 那是慢慢練起來 我要先把你的信念打後來 嗯 你才能慢慢建立起來 會痛苦 一定痛苦 哪一個成長不痛苦 你在學東西哪一個不痛苦 學東西就是痛苦 嗯 你學東西不痛苦 那不就要學東西 那就要玩 那就損 嗯 對啊就是這樣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談話就到這邊 好 那也謝謝你今天的分享真的是 刷新我的三觀 好 嚇死我 而且我真的 還對於你本人的感覺 跟畫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件事情還是非常在意的 哦對啊 嗯 哦 好謝謝你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到我的粉專按讚 或者是來追蹤我的YouTube 如果你還需要更多的戀愛資訊 那別忘了來訂閱我的Pressplay哦 我是以萱 拜拜